在Safari这里面不同的浏览器里面 PBM 我现在用的是IE 然后要把Cookie检查一下它有没有打开 你从工具忘记网络选项进到隐私 进到进阶里面去打开以后 你就会看到不写自动Cookie的这个处理 现在是设定的是接受接受 第一方第三方都接受的意思 或者是永远允许工作阶段 那你要去勾选一下你才能改变它 那现在不改的话 那就是接受接受 我是开启 接受就是开启 封锁的时候就是没用 那现在证明它是开启代表你的Cookie是有用的 好 在这里隐私进阶 好 那你就按照这个方式去设定就好了 Chrome的话就是在浏览器 所以Chrome 好 在右上角呢 好 在右上角会有一个板手之类的一个设定的工具 那这个版本可能不太一样 好 那你有新的版本你就会选择 好 那个修改的那个样式 好 那选项 然后选偏好设定 进阶选项 内容设定 好 选择Cookie 然后勾选一下 那每一个都可以去查一下 好 这是给你的资料 那刚刚已经看到这个Cookie的开启 或者是关闭了 好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继续做我们的 来 当你已经做好了以后 好 我买了东西 然后看购物车 接着就是要选购 确认订购楼 确认订购呢 就是要开始输入你是谁呀 然后让你选择你是要用什么方式来送你的货给你呀 是货到付款呢 还是转账 ATM转账 还是这个信用卡 还是华物银行等等 那这些都是跟金流 今天我们都没有金流 都没办法做 我们只能给你选 用选的开出来而已 好 所以下面呢 继续就是要去 User要去登录 因为你要买东西 总要知道你的基本资料 因为这里没有采会员字 那如果要会员字 要把会员绑上来 所以这里又有会员登录啊 还有什么 那现在没有用会员字 这个是一个 反正独立的嘛 我就先不要用会员嘛 那我就是你要买的时候 我再给你输入你的基本资料 所以这下面就是输入你的基本资料 好 User的Register User登录 User注册 他没有真正帮你留下来 没有注册 只是把你的基本资料打上来 好 他名字不要打错了 User resistance 好 好 他有了这个以后呢 那当你有一笔 然后我就要去确认订购 他就会跑出这个订单出来 这个让你输入你要的东西 那还是这个页面有没有 他没有走啊 都在这个页面上面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显示的是User resistance 可是我的页面里面的东西 还是要把这个秀出来啊 又要把左边的秀出来啊 一样啊 然后页角还是要有啊 这样子 所以他又做了很多重复的事情 这个要重新做一次 这个也重做一次 这个也重 所谓重做就是放在网页里面啊 又要写一遍啊 所以这些都可以独立出去 我要的时候 再把它叫进来就好了 就变成一个副程式 所以以后这个程式 会切割成小块小块小块 那要哪一块就读进来 要哪一块就读进来 这样子 那现在是完整的 还没切 没切割嘛 让你比较好看程式 好 那接下来User resistance 就会出现这一块 然后接着你会送出 那注意看送出的时候 他做的是一样 也是User Regist 送出去以后 下面呢他就继续 先让你做这一块 不要太快了 User REG 好 好 这边城市就不是很多 好 这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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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